花莲县都委会取消了克莱堡的多目标使用 消息传出震撼地方 花莲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李正伟在脸书发文 表示很错愕也很失望 他认为克莱堡位处在花莲市的商圈镇中心 目前疫情趋缓阵准备要展开重新招商活络之际 却被取消了多目标使用项目 回复成停车场用地 如此一来将会严重打击周边商店和市区发展的契机 希望政府单位可以多做考量 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在脸书上发文 表达对于克莱堡多目标使用项目 遭县政府取消的状况感到非常错愕也很失望 李正伟说克莱堡在过去两年疫情期间 施工所也尽力维护管养 疫情之后世代会也组了专案 要督促施工所尽快活化 却没想到传来被取消使用项目的消息 我在109年的时候 然后在我们前任的魏嘉贤市长 那有向我们花莲县政府的花莲县都委会 申请那个临时多目标使用 那在这两年当中虽然没有动 但是花莲市工所也是积极的努力撰写计划来向 我们上级单位包括我们花东基金啊 或者是客委会啊来争取经费修缠 那期盼能在疫情过后呢 能来积极活络招商 但是花莲县政府这一次呢 在都委会的临时动议当中 决议取消了这个多目标使用 那这样子对我们花莲市的市民 或是整个花莲市的发展 以及商圈的复苏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李政伟强调多目标使用项目被取消 克莱堡的未来会影响到市区商圈的繁荣发展 因为地幕的关系 克莱堡的一些未来的发展受限到很多 那这次多目标使用包含可以申请商圈 或者是青创基地等等 那多目标使用办法取消之后 相关的一些经营商场的方式呢 都不行再来活络下去 那只能回到可能是停车场啊等等之类的 地上屋属于花莲市工所 那土地是属于花莲县政府 那如何去规划克莱堡的发展 那就必须由我们花莲县政府 跟花莲市工所一起来规划 但是把多目标使用办法取消之后 将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那包括如果拆除地上屋 归还土地给花莲县政府 那这期间的黑洞 以及我们周遭的做生意的老板老板娘们 受到的影响将由谁来弥补这个损失 李政伟表示目前世代会和市工所取得联系 将尽数回文给花莲县都委会 争取取消这项决议 世代会的专业小组也会积极筹备地方座谈会 取得民众的共识 反馈给花莲县政府 更期盼县政府和市工所在做任何决议之前 能够多听听地方基层的声音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